有一支鏡頭我們可能每一天都會用的 但這麼久介紹鏡頭我竟然忘記了介紹它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鏡頭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支鏡頭 就是我們日常常常都會用的 因為其實現在網絡世界很多東西都是會買產品 要買產品照片 這支鏡頭就是保持著幫我們拍產品照片 譬如說我們一個產品 最基本上會有六張照片 如果真的手動的話會對到抽筋 多的話可能會去到十二張照片 變成自動對焦的功能是必須有的 這支其實是一支TL鏡頭 雖然不是全鏡 它是一個62.8 也有APO 有ASPH的設定 APO 就是說 拍出來的影像是扎實很多 光線三圓色的光線 是同時到達一點 另外ASPH的光暗 平均性是很多 而且它的銳利度也很高 剛剛說過 它不是全鏡頭 其實它是60mm 但60mm不是全鏡頭 它是1.5mm 即是等於大約90mm 一支90mm 你當作一支100微距 一個概念去理解都可以的 這支鏡頭 最近對焦有一個正確的地方 是0.16米 即是說 其實是由 感應器的位置 去到你要拍的物體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是很近的 變成90mm拍到這麼近 可以放到很大 拍一些微距的東西 一些首飾 或者戶外拍一些植物 花仔 蟲仔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支鏡頭 有什麼機器可以用到 首先 這支鏡頭 其實當初叫做T-mount 因為有一個拉架T 所以這支鏡頭 是給那部機器用的 叫做T 現在就叫做T-L-mount 其實又是等於什麼呢 T-L 即是等於現在的大聯盟 一個L-mount 譬如說 是什麼用到呢 T T-L CL SL 還有Sigma 還有Panasonic 的L-mount 都是用到的 OK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重量 其實它的重量 就是320g 真的挺輕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的鏡頭 其實這些自動鏡頭 是有大部分 其實是日本製造的 而這一支 是德國製造的 現在大家看到 這支是黑色的版本 其實它有銀色的版本 反而現在就比較有趣 找黑色的版本 反而少一些 找銀色的版本 反而量就會比較多 因為一般人 都會有一個感覺 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想 就是銀色 在LICA來說 是一個標記 其實是一個標記 挺有趣的 其實銀色鏡頭 其實是挺搶眼的 這支鏡頭 我們主要在室內 用來拍攝產品 其實你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Ebay 店 可以看到我們的照片 拍出來的效果 其實那裡已經是下跌了 因為那個解像度的限制 變成細緻度 是比不了那麼足 如果真正的效果 是比你在網站看的效果 是更加理想的 是 因為這支鏡頭 在室內拍得比較多 戶外拍得不多 我剛剛傍晚時間 在尖沙咀附近 拿了這支鏡頭 出去拍一拍 大家欣賞一下 效果是怎樣 我不會太過分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紅色的靠色 不會太過分 我會看 一些眼睛 那些眼睛 我會看 你會看 如果我會看 你會看 我會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大家看过 如果你说效果 你想再看多点 看清楚点 想感受一下 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门市 无论是旺角或者尖沙咀都可以的 如果你欣赏我的影片 希望你给个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